美国总统大选究竟谁会跑出现 那到现在还没有明确的答案 成绩呢依旧停留在 民主党候选人拜登以264票 领先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的214票 那理论上几个还没有最终结果的摇摆州 那包括宾夕法尼亚 乔治亚 北卡罗莱纳 还有内华达州呢 拜登只要赢下任何一个就够票当选了 那乔治亚还有宾夕法尼亚州来说 那拜登的选情原本是大幅度落后特朗普的 但后来靠着邮寄选票成功反超特朗普 而且优势也持续扩大 多家媒体都预测 拜登如今可以说是胜券在握 那不过这个如意算盘恐怕还打不响哦 乔治亚州务卿已经宣布 由于双方的差距非常的小 他们将会重新点算乔治亚州的选票 可能呢要等到11月底才会确认这个选举结果 而同样选情激烈的宾夕法尼亚州 最高法院已经接纳共和党的要求 下令把投票日之后才送达的邮寄选票分隔开来 并且分开计票 那不能够把这些选票呢算进总票数里头 尽管如此 宾夕法尼亚州务卿认为 除非双方得票率非常接近 否则迟到的这个选票数量呢 不足以影响最终的选举结果 那无论如何拜登对自己的选情依旧乐观 他昨天在全国演讲上呢 是意气风发的对美国人说 他拜登要赢下300张选举人票 不成问题 民主党候选人拜登 昨天回到老家特拉华州 发表全国演讲 虽然没有宣布自己胜选 但拜登说 目前的票数已经清楚说明 他已经得到多数人的支持 那他的阵营将会赢下这一次的总统选举 而且选举人票肯定会超过270张的门槛 从大选投票日到现在 已经过去四天了 依旧没有最终结果 在摇摆州之一的亚历桑那州凤凰城 不少民众聚集在计票中心外等待结果 期间有人拿着扩音器 大喊拜登是共产党的代言人 与此同时 白宫外也聚集了不少民众 大家在礼拜上挂卖各种 写着移除仇恨 移除特朗普字眼的布条 那相信只要选举成绩一天没公布 全美各地的示威活动都会持续下去 眼看选情急转直下 那特朗普就改变策略转打法律战 誓死把美国总统的宝座要给抢回来 特朗普团队目前已经在多个州入兵法院 挑战计票程序和选举结果 可是打官司并不是一两天的事 而是长久的拉制战 要耗费的金钱是相当庞大的 一名共和党的捐赠者向路透社指出 他收到了特朗普团队还有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募款要求 他们希望可以筹得至少6000万美元 以便展开大规模的法律诉讼 那不过特朗普发起这一系列的法律战 未必可以帮助他的连任大计 因为特朗普紧咬的是邮寄选票出现舞弊问题 而他到现在都拿不出任何有说服力的证据 在美国邮寄选票是合法选票 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在理论上跟原则上都体现一人一票的标准 要取消这部分的选票就等于是剥夺公民的投票权 非常不公平而且还违宪 那虽然说现在的联邦法院是由倾向共和党的保守派所主导 不过特朗普提出的诉讼一旦受理的话 最高法院也会把裁决权交给地方法院 短期内都不会介入 依照宪法在选举投票方面各州说了算 州权之大白宫无权干涉 那在这次的选举中 特朗普团队在密歇根州 乔治亚州还有内华达州 提出有关邮寄选票的诉讼也并没有成功 那在百万邮寄选票倾向投选拜登的大趋势下 特朗普如果一厢情愿要诉诸法律 其实反而在暴露自己的短板凸显自己输在哪里 这场法律战跟伴随其中的舆论战拖得越长 那只会进一步暴露美国民主选举制的这个体制缺陷 堂堂的民主大国到时候啊 就会沦为全世界的笑柄 我来自此的观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